说起游戏订阅服务 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微软的XGP西瓜皮了 另一方大作首发加入 十港币白嫖年复一年 时至今日其订阅用户早已超过2000多万 那PlayStation这边真的什么动作都没有吗 当然不可能 索尼的全新订阅服务即将到来 到底划不划算呢 接下来就跟着Git强 一起来看看吧 早在去年12月份 彭博社就爆料了索尼 正在计划推出一款全新的游戏订阅服务 来和微软的XGP进行竞争 代号为斯巴达克斯 这项订阅服务将合并PS加和PSNow的功能 前者主要为主机订阅用户提供联机权限 以及每月汇免游戏 价格为每年60美元 后者主要提供云游戏服务 例如你可以在PC或者PS4 PS5上 游玩到一些优质的经典PS游戏 很多玩家就是利用PSNow游玩的选人诅咒 除此之外 PS4 PS5玩家也可以下载一部分 叫PSNow的PS4游戏 但由于PSNow大部分地区并不支持 且价格也是每年60美元 所以索尼有意在新的订阅服务中 保留PS加的功能 逐渐淘汰PSNow 关于斯巴达克斯的具体细节 彭博社在报道中也有所透露 斯巴达克斯游戏订阅模式将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基础版、进阶版和白金版 当然也可能是别的称呼 第一种 基础版会员和现在PS加的60美元年费相同 功能也类似 玩家们可以每月免费领取PS4和PS5的会面游戏 而且支持多人联机 至于目前仍是PS加会员的用户 如果还没到期 应该还会继续延续这个版本的功能 第二种进阶版会员 则是在基础版之上增加了全新的游戏库 可能会类似于目前的会员精选合集 PSNow库中的PS4游戏几乎都会在其中 数量有200到300个 与PSNow不同的点在于 其没有云串流功能 也就是说不能玩PS2、PS3的游戏 当然也并非一点希望没有 在2021年11月份 网友们发现 索尼有一份专利 谈到了获得模拟游戏奖杯的方法和系统 也就是说他们正在研究 如何用PS5模拟PS2、PS3游戏机 保不起哪一天 索尼咔嚓就向下进入了呢 第三种白金版会员 除了以上两个版本的福利以外 它还支持PSNow的流媒体功能 也就是云游戏 应该和目前的功能一致 可以在PC和PS4、PS5上 游玩PS4的经典游戏 就相当于同时订阅了PS加和PSNow两个会员 前不久爆料人杰弗格尔本 还在此基础之上补充了不少细节 首先是三个版本的月费 分别为10美元、13美元和16美元 最贵的白金版会员 还会有一个游戏试玩的服务 你可以在新游戏还没发布前 进行提前试玩 如果是以前的话 购买PS加在购买PSNow 需要每月支付20美元 而现在合并了之后 就相当于便宜了4美元 最后来补充了 索尼将会在3月份 公布这个订阅服务的相关内容 并且在几个星期内开始进行测试 这次订阅服务的大改动 还可能会带来商店和个人资料的外观变化 除了爆料人提及 部分合作伙伴也展露了一些蛛丝马迹 最近索尼已经从一些英国零售商处 撤下了PSNow卡 而且又有用户发现 一些PS3游戏出现在的PS5商店中 虽然这些游戏都无法购买和下载 但极有可能与斯巴达克斯有关 不过也不能肯定 因为这种bug以前也出现过 另外值得议题的是 今年2月份的PS家会面宣传途中 索尼把提供给PS家会员们 这句话改为了本月免费提供 虽然在3月又将其改了回来 但难免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同时在2022年初索尼财报电话会议上 其CEO透露 公司计划在2026年前 发布10款服务型游戏 类似于命运2的堡垒职业这种 并且会有全新的IP 而在之前我们爆料的 最后使用者而多人模式 也很可能在其中 这些游戏大哥类会在将来 加入索尼新的订阅服务中 花那么多钱收购棒机 不榨干怎么行 况且索尼也不希望 自己的订阅制度一上线 就没人关注是吧 至于这个订阅服务的名字 也有爆料者称 斯巴达克斯只是过渡名称或者代号 真正的名词叫做 PlayStation Infinite PS5 而三个等级分别是 黄金 白金和中级版 是不是具印想把PGP的名称给用了 你就去用人家的无限 抛开10港币活动不算 目前XGB每月正常情况下是10美元 PC和主机需要分开购买 并且不支持Xbox Live服务 而XGB EU也就是终极版 每月收费15美元 同时支持PC和主机使用 包括Xbox Live服务 相对来说 如果同时拥有主机和PC的玩家 会更倾向于后者 反过索尼这边 斯巴达克斯的基础版本为10美元 维持了与PS加同等水平 进阶版如果阵容足够炸裂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最高版本就显得不那么划算了 因为大部分地区运游戏并不支持 支持有最吸引的第一方新作试玩功能 在16美元一个月的前提下 也变得拼命无奇 毕竟人家微软可是直接首发XGP 谁能说索尼这波是真舍不得孩子 真逃不着狼啊 不过话说回来 PlayStation第一方游戏首日会免 别想了 不可能啊 当然以上的一些爆料 内部还在商讨 并没有最终确认 首发也肯定是赔本专吆喝嘛 就看阿索这边的格局了 不过你再大能大得过微软吗 XBOX的掌门人菲尔斯宾赛 之前在接受IJN采访时 也对索尼的订阅服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在订阅服务上的竞争与碰撞是在所难免的 而且在未来这也是一种趋势 订阅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让优秀的游戏 得到更多的曝光 例如将其发布在PC主机和云端上 或者让游戏发出第一天 直接入库XGB供大家有玩 然而菲尔斯宾赛还觉得 索尼的订阅服务中也应该包括这些内容 格局大还是挺大的 但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没有预算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本月或者下个月 大家就可以看到斯巴达克斯的《卢山真面目》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游戏界 任何事件的整理与分析 记得关注游戏指南针 猴尔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